4月19日下午何炯在自己的微博中更新了一条动态 晴天霹雳 某龙猫市场的机拍发烧友拍照尽数 期待提高提高 疑似对最近网上流传有关何炯不老容颜人设崩塌一事进行回应 向往的生活作为湖南电视台近几年收视非常高的综艺节目 一直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相当期的节目都收获了非常高的口碑和收视率 所以大家也一直非常期待第三季的播出 不过在第三季中 刘昇华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参加录制 还是让不少节目的粉丝感到有些遗憾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录制中可以看到 除了何炯和黄磊以外 晴卫天野先生拍摄现场 这张路边网友拍摄的何老师生图 应该是当天他们三个人来到赛事场买菜的照片 照片上看何老师的脸确实非常的垮 感觉贫富非常的松弛 似乎还有很多褶子出现 何炯作为知名的主持人 真的是很多人从小看到大 这么多年来在电视上样貌似乎都没有变过 可是这次路边的生图流出 一下子让很多人都对何老师的印象都颠覆了 看到这张网络照片的时候 何炯应该也是非常的吃惊 所以才会用晴天拼力四个字来形容 看来何老师对于网上的评价有些不以为然 认为应该是拍摄者摄影技术的问题 所以才会说极大提高这样的词 当然语气上也完全是开玩笑的意思 也没有很在意 欢迎大家收看北起精彩内容 喜欢是加个关注吧 小编每天都更新哦